连续三起车祸都是在转弯的时候发生的惊险画面曝光 西美市树林在大年初五 有货车经过甘云二桥准备要右转时 疑似车速太快 直接撞到了在停等红灯的八辆机车 造成多名骑士都受伤送医 而另外在大年初六 在台中东区更发生了死亡车祸 汽车和执行机车发生碰撞 导致骑士伤重不治 另外在小年夜时 桃园则有车子违规左转 撞上对象的执行车 还撞分了在带转区的机车骑士 货车右转速度过快 转弯幅度太大 直冲对象车道 平铃旁朗 停等红灯的一大群机车 被撞得东倒西歪 擦撞流血 受到严重惊吓送医 料性女驾驶 在新美市树林发生了车祸 八辆机车被波及 台中东区另一间车祸 一样是转弯时发生 十字路口 轿车绿灯要左转 不偏不倚和直行机车撞个正着 骑士急杀汗地板摩擦刮出火花 但还是连人带车撞了上去 他左转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机车冲出来 然后撞到他就飞出去 机车腾空喷飞好几圈 重摔路边 吓得路人退后好几步 骑士当场没有呼吸心跳 无性男子受伤 受保重固而易 急救人物至死亡 出部调查 骑士未成年没有驾照 双方都没有酒驾 桃园又一起惊悚车祸 被行车记录器拍下 小年夜汽车违规左转 撞上对象执行车辆 还波及到当时带转的 机车骑士 过年期间出门 千万更谨慎小心 切记十次车祸九次快 记者综合报道 还通知了吗 有时候 广告 オス